疫情期间,人与人拉开距离,面对面投保已无法进行。 有受刑业者立即发展远距投保,从原本的亲务亲签改成线上签单。 无接触服务让民众超有感,线上视讯核对身份几个步骤就能买到保单。 远距投保让业务员与保护克服了时间与距离的限制。 而在2021远见Fintech大调查中也发现,不论是转账或是投资理财, 用户使用行动金融APP的频率都有明显增加。 我们在五年多以前就成立数位的专者团队,还有数据跟AI的专者团队。 大家知道就在数位化的过程里面,技术跟人才是最重要的。 这等于是提供一个未来发展数位的军火库。 所以未来像智能增审,智能理财,还有所谓的智能的客服,都是以这个为基础。 这波一号零接触趋势,势必将加速数位金融迈向巅峰。